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实际农业可以利用一个活度系数γ来修正实际农业和理想农业或者和理想西农业的这样一个偏差 那么如果是拿活度来代替浓度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理想农业或者理想西农业的浓度和化学式的关系应用在实际农业上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实际农业了 那么所以说呢怎么样来计算活度是很重要的 因为浓度不等于活度嘛 是吧 对理想农业来讲我拿浓度直接带进去 现在不能拿浓度来带了 要拿活度带进去 如果我把活度系数求出来了 或者把活度给求出来了 那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处理了 那么在这一节课里呢 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讲一下怎么样来求活度或者活度系数 那么第一种呢 从蒸汽压来计算挥发性浓剂的活度 那么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 我们总是讲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 这个是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了 当挥发性的浓剂的蒸汽压和它的农业达到平衡的时候 那么蒸汽压呢就满足这样一个数值 PA等于PA信号乘上AA 就是它的饱和蒸汽压乘上它的活度 对吧 对于理想浓业来讲 我们可以用XA来表示 对吧 那么对于实际浓业 我们就拿活度来带起 好 等于PA信号乘上A的活度 那么活度就等于它的XA乘上Ga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活度是等于什么 活度就等于它的实际的蒸汽压 除以它的饱和蒸汽压 除以它的饱和蒸汽压 那么我们看一下 饱和蒸汽压我们当然知道 对于农季的存物质的饱和蒸汽压 我们很容易测 对吧 那么在一个农业里 它的实际的蒸汽压 我们也可以测 是吧 那这样测出来 把这个PA测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活度了 只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活度不是说 我只要测一个PA 测某一个浓度的PA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AA了 然后我这个A对这个农业就可以用了 不行的 这个A是随浓度的不同 所以你一个A 一个PA得到一个AA 就是每一个浓度 它对应于一个活度 而不是一个比例关系 所以你要知道 哪一个点的 哪一个浓度时的活度 就是要测这个浓度时的 这样一个活度 实际上你必须得画一个 给一个表 或者画一个图形出来 对吧 那么如果你知道活度的话 当然活度系数 就非常容易地求出来 因为活度系数的话 就等于活度出上 这个它的XA 是吧 同样的 活度系数 它是这个XA的一个函数 就是不同的XA 对应于不同的γA 那么你也要给一个表 或者给一个图 直接上去查 那么常用的这个 常用的这个γA 我们可以去 可以到表上去查 所以通过实验测定 农业上方 农迹的平衡增弹 就可以计算 农迹的活度和活度系数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这个农迹是一个挥发性的农迹 那我就可以这样来测 那么如果我这个农业 是以理想农业为模型的 那么对理想农业模型来讲 任何一种这个农质 它多符合纳乌尔定律 所以多可以拿这个方法去测的 这是对农迹 就是挥发性的农迹 那么第二种呢 是从蒸汽压来计算 挥发性农质的活度 那么所谓挥发性农质的话 我们当然是符合亨利定律的 因为如果符合纳乌尔定律的话 没有农质农迹之分 对于纳乌尔定律来讲 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 如果是以西农业作为原型的 或者作为模板的 这样子的实际农业 对于它的农质比例来讲 它是符合这样一个设置 就是说亨利定律 PB等于KX乘上AX 那么这个浓度当然可以用M 可以用C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用这个摩尔分数 这个浓度来代表的 就是KX乘上AX 那么等于KX乘上GAMMABX乘上AXB 同样的我们去测它的这个蒸汽压 对吧 测它的这个蒸汽压 然后呢除上这KX 就等于它的这个活度 那么对于拉布尔经理来讲 它的K就是它的饱和蒸汽压 很好测 那么对于亨利经理来讲 这个K怎么测 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就要看它的参考态 看它的参考态 对于参考态来讲 亨利经理的参考态 就是浓度无限锡的时候 它的这个GAMMA就等于1 也就是它活度等于它的这个浓度 所以呢 在XB等于0的时候呢 活度等于浓度 那么KX呢 就等于PB除上XB 是吧 所以呢 这个KX呢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做的 比如说我横坐标是这个XB 重坐标呢 我把测出来的这个B的蒸汽压 除上这个XB 就重坐标是PB除上XB 然后做图 外推到浓度等于0的时候 它的结局就是KX 是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就这样 这个是XB 然后这个是PB除上XB 然后我就做实验 浓度不断吸射 不断吸射 不断吸射 然后到最后 因为浓度很细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外推 外推到XB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值呢 就是它的这个K 所以这个K呢 也是可以通过实验来做的 那么 这个K可以通过实验来测定 这个PB 也可以通过这个 实验来测定 那我们就得到了 在某一个 在某一个 某浓度的时候 它的活度 都可以来这个 计算 那么活度能计算的话 它的活度系数 当然是可以计算 活度系数 无非是PB除上XB 除上这KX嘛 是吧 那我们就把活度系数呢 也就求出来了 知道了这个K 然后就我们在这边 就用这个式子 来求这个 伽马 除上M 如果C的话 就P除上C 同样的可以得到这个KM 或者这个KC 那么同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挥发性浓制的 它的活度和活度系数呢 就求出来了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 用蒸汽压法 只适合 对挥发性组分的 活度和活度系数 就是我们用这个 用前面的这个 挥发性 龙剂也好 这边挥发性龙剂也好 多必须 是有这个蒸汽压的 必须有这挥发性的 如果不是挥发性的话 就没法求了 是吧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我们还可以利用 锡农业的一速性 来计算 龙剂的活度 因为我们讲锡农业的时候 它的龙剂是 非挥发性的 是吧 讲医术性的时候 对于 非挥发性的 龙剂的 这样一种锡农业 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就是医术性 那么利用医术性 我们来可以计算 龙剂的活度 大家注意 用医术性 是来测龙剂的活度 因为医术性跟龙剂 是什么东西 是没有关系的 是吧 它只决定 医术性只决定 龙剂的性质 那么 比如说 这个医术性里面 凝固点 下降 那么对于理想农业来讲 Log xA 等于R 分之 Ded H 乘上 存物质的 这个 GF分之一 减去 农业的GF分之一 就对于这样 那么这个是 对理想农业 那么实际农业 我这个XA 显然 就不对了 掉进去 那么我们知道 跟化学是相关的 跟化学是相关的 它一定是对应于 活度或者异度 对机器来讲 就是异度 对农业来讲 就是活度 所以我们把 活度去代替 浓度的话 对于 实际农业 它也就适合了 那么理想农业 是XA 实际农业 我拿 活度去代替 这个设置 同样适用 所以对实际农业来讲 我们无非把它 换成 活度 这个设置 就同样适用了 所以呢 通过凝固点 下降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 这个活度 来计算出来 那活度计算出来 我再除上 这个 它的实际的浓度的话 就是什么 就异度系数 就活度系数了 是吧 所以我通过凝固点下降 可以求这个 它的活度 那么 同样的 用渗透压的话 对于实际农业来讲 如果是理想农业 那么渗透压的 它的这个压力 是跟什么相关 跟它的这个 理想农业 农质的浓度相关 如果是实际农业的话 那它就跟它的 跟它的农质的活度相关 是吧 所以呢 我们 因为这个渗透压 我们是可以来计算的 可以实验测定的 根据这个测定的渗透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活度 就是这个农质的活度 就可以 计算出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农质 刚才那个凝固点下降 也是农质的 是农质的这个活度 那么把这个农质的活度 给计算出来 那农质的活度计算出来 就可以来算出 农质的活度系数 那么现在 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 要不来计算 挥发性的农质或者农质 要不用一数性 来测 这个农质的活度 对非挥发性的这个农质来讲 就麻烦了 非挥发性的 它没有蒸汽压 所以你不能拿蒸汽压的方法来测 也不可能拿 这个医塑性来测 因为医塑性只取决于农质的性质 跟农质的性质 无所谓的 不相关的 它只跟农质的粒子数相关 是吧 医塑性只跟农质的粒子数相关 跟农质的性质没有关系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来测 农质的这样一个活度 那么对于非挥发性的农质的计算 来怎么计算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什么呢 就根据一个吉普斯图汉木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农质的活度 我们是可以计算的 可以测定是吧 农质的活度 跟农质的活度 它是有个关系的 不是独立可变的 不是独立可变的 那我们知道了农质的活度 就可以通过这样一座 约束性的条件 来算出农质的活度 因为如果独立可变 你就没法做了 现在它不是独立可变 不是独立可变 也就意味着农质的活度 和农质的活度是有关系的 既然有关系 那我当然是可以根据 农质的这样一个活度 来推算出农质的活度 就利用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就是吉普斯图汉木公司 就是Sigma NB 即μB等于0 这个我们在讲那个 Penwall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那么我们简单化一点 处理一个两组分的一个农业 就是农质呢 是挥发性的 农质呢 是非挥发的 那么 根据这个 吉普斯图汉木公司呢 我们可以得到 NADμA 加上NBDμB 等于0 对吧 两个组分嘛 两个组分 所以必定是 这个NADμA 加NBDμB 等于0 DμA 或者Dμ等于什么呢 μ 农业的μ等于μ星号 加上RT logA 是不是 或者 对于农质来讲 对于农质来讲 是 农业的μ 就μB 等于μB0 是吧 μB0 加上RT logA 那么 不管是μB星号也好 就μA的星号也好 还是μB的0也好 它们都是准标准态 这个标准态是不变的吧 在等温等压下 等温等压的调节下 它是不变的 所以你Dμ0也好 Dμ信号也好 都是等于0 那这样的话 Dμ只剩下D logA了 对吧 所以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推出 NAD logA A加上NBD logAB 等于0 对吧 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 μA没有B带进去了 带进去就得到 这样一个式子了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当然可以 结分了 进结分之后 就NA logA 加上NB logAB 等于0 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NA NB 我们只要知道 一个比例关系就行了 对吧 我们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想求的是 这个AA和AB的一个比例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AA和AB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用AA和 利用AA 利用农季的这个活度 来推出农季的这个活度 对吧 这个比例关系 那么现在有NA跟NB两种 我们把这个 它的比例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NB除上NA 比如说我们在这两 这边多除上这个NA 那么这边NA就没有了 这边就变成NB除上NA了 NB除上NA等于什么呢 NA的话 无非是等于 NA是等于 A的重量 除上A的分子量 是不是啊 所以NA呢 就等于WA除上MA 那么它在分母上 所以就变成了MA除上WA 那么在一定重量的农季里面 农结的农质的摩尔数 就是质量摩尔浓度 是吧 所以NB除上WA 就是小NB 就是它的这个质量摩尔浓度 那我们就得到NBMA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 可以就带进去 带进去 因为带进去 我们看NB除上NA 这边除上这个NB 这边没有了 这边NB除上NA的话 等于NB 也就是等于logAA 加上NBMA logAA等于0 那么我们把这个MA 再除一下之后 你把A放在一起 B放在一起 两边都除上MA的话 那就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就是MA分之1 logAA加上NB logAB等于0 这个设置无非就是 把这个带进去 大家看得清楚吧 就是如果这个 我两边都除上NA的话 这边就剩下logAA了 这边是NB除上NA logAB 那NB除上NA等于多少 NBMA 是吧 也就等于logAA加上NB MA乘上logAA 那我们把这个两边都除上一个MA 这边MA就没有了 这边就剩下MA分之1了 这个 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推的 这样写是为了把A放在一起 B放在一起 那么对于容器来讲 它的这个XA是等于1-XB 因为是两组分嘛 1-XB 那XB 当然是NB除上NA加NB 它是摩尔分数嘛 那对锡农液来讲 NA加上NB 就几乎就等于NA 所以呢 可以写这1-NB除上NA NB除上NA等于NBMA 就是小NB加上分子量的这个MA 就是这个是这样已经做过了 就是NB除上NA就等于 B的质量模拟度乘上A的分子量 那实际就等于1-NB 小NB大MA 那么假如容器符合纳沃尔定律的话 对理想农液 就是如果容器符合纳沃尔定律 是理想农液的话 那么它的活度呢 就是等于它的这个XA除上 XA形容等于XA 是吧 这是理想农液 就是活度等于它的浓度 那么 LogAA呢 就等于LogXA 是吧 LogXA LogXA等于多少 XA 所以我们把XA就直接带进去了 就等于Log1-NB 小NB大MA 是吧 就等于它 那么由于 它是吸农液 如果是吸农液的话 就这个词很小的话 那么Log1-X 如果X很小的话 Log1-X 如果X很小的话 就等于负的X 是吧 所以呢 这项呢 就等于负的NB 小NB大MA 那么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容器符合纳沃尔定律 来推出来的 是吧 似乎 在这个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 活度等于它的这个XA 所以呢 XA呢 就等于它来做的 如果说 这是个实际农液 就是农季啊 不符合Log1-NB 那我们就要加一个修正项 所以呢 如果是有偏差的话 加一个校正项 我们把它叫做渗透系数 渗透系数 那么 就在这个 乘一个渗透系数 也是呢 就LogA呢 LogA 就农季的 弧度 LogA LogA等于负NB 5MA 那么这个是 如果这个农季 不是理想的吸农液的话 那么 它需要有这样一个校正 好了 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设置的话 这个渗透系数 是不是可以通过实验来做出来 是可以来求到 因为MA是知道的 这个NB是我自己配的 当然知道 农季的 活度 能不能测量啊 可以测量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可以通过挥发 这个通过增汽压 或者通过这个 一速性 对非挥发 有农子的话 我们通过一速性 来可以来测这个 它的活度 是吧 所以通过一速性 可以把这个 log AA 算出来 来算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 这个也是知道 这个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 所以这个 它的这个渗透系数 可以通过实验来测出来的 所以通过实验 可以把这个φ 就可以来 求出来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设置 对吧 log AA 等于-MB5 大MA 这个设置 我们 我们就是拿它来测 这个渗透系数的嘛 那么这个log A 我们把它带到 这样一个设置里面去 那么 这个log A 我把这个带进去之后 就等于 NA 乘上 因为MA是这个不变的 所以把MA拿出来 就得负 小NA 小NA 大MA 乘上G 然后这两个 是变化的 是吧 所以G呢 φNB 右边不变 右边还是这样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无非就把它带进去 那么 NA NB出在NA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 小NB 乘上大MA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推过了 是吧 等于这个 它的这个B的质量膜浓度 乘上它的A的 这个分子量 所以呢 这个我们做一个变化的话 也就是 小NA乘上 大M等于NB 除上NB 那么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个 DlogAB来讲 就DlogAB来讲 那么DlogAB的话 这个有个负号的 我如果放到右边去 那么两个负号都没了 是吧 所以DlogAB的话 无非是这一项 除上NB了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项 这一项除上NB 那么就等于NB分子 NAMA乘上G 5NB 就这一项 就这一项除上NB 就它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 在这里 NAMA等于什么 NB除上NB 等于说这一项 再除上NB 就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再除上NB 把NB约掉了 只剩下NB分子一了 这个清楚吧 NA 小NA乘上大M 就等于NB 除上NB 就把这个设置 拿到这里 NB跟NB约掉 剩下NB分子一 对吧 所以这边就等于NB分子一了 无非就把这个 带到这了 就等于这样设置 那我们呢 这个把它开出来 D5NB的话 当然等于 5DNB 加上NBD5了 是吧 这个开出来之后 所以呢 等于NBD5 那乘上NB分子一 就只剩下D5了 那这边呢 5DNB的话 就是5NB分子一 5DNB 那我们把NB分子一 可以拿进去 就变成5DLogNB 所以就把这样一个设置 那么 B的活度 是等于它的活度系数 成为它的这个 质量模仿浓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就等于 DLog Gamma B 成为NB 这一项等于它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然后 那么 当然我们把它 可以开出来了 开始 DLog Gamma B 加上DLog NB 这个就是把它开出来 那右边我们不变 右边不变 那不变的话 我把这个再拿过去 拿过去的话 因为这边是Phi DLog N 这边DLog N 那一过去的话 就变成Phi 减一DLog N 所以 DLog Gamma B 就等于DPhi 加上Phi 减一 DLog NB 就得到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一个 融至B的 活度系数 和渗透系数的 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渗透系数 是融迹的 渗透系数 都是针对融迹的 我们得到了 融至的 活度系数 和融迹的 渗透系数 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 融迹的渗透系数 跟这个 融迹的 活度系数 是有一个关联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融迹的 这个写成Gamma A 也是可以的 我们等会会知道 这个Phi 跟那个Gamma 是有个对应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写成 这个Gamma B 和Fy的关系 也可以写成 Gamma B 和Gamma A的关系 那Gamma A 我们是可以测的 是吧 那我们当然可以 从Gamma A 来求出Gamma B 这个我们等会会讲 就是Fy 跟这个Gamma A 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还是拿到这边来 那么对于西农业来讲 西农业 它的这个参考是 农业 就是农业 无穷西的时候 它是理想 这个接近于 这个理想西农业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 Fy就等于1了 就存农 对于这个 就存农记了嘛 存农记的话 当然是这个理想 相当于这个 符合南部电流 所以Fy等于1 然后Gamma B呢 是等于1 这个就是它的参考态 实际上就是 无限西的时候 Gamma A 等于1 Gamma B 等于1 那么我们把这个 上面这个设置 积分之后 这边就是从1 接到这个Gamma B 这边Fy呢 是1接到Fy 这边M呢 是因为0嘛 从0接到MB 那么我们积分 一下的话 就得到 Logamma B 等于Fy减义 加上这样一个积分 这样一个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呢 我们没法求 没法求呢 就是用实验来做 因为我们刚才 这个设置 我把它再拿过来 从这个设置 我们可以用实验来测的 不同MB下的 它的这个渗度系数 都可以来求的 那我们画一个图 横座标示这个MB 重座标示这个 Fy减义 然后呢 对MB做图 无限的接近这个0 当然这个0是不行的了 因为Log0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我们可以无限接近 当然 然后呢 就做一个图 做图之后呢 把这个面积 可以算出来的 是吧 那么这个面积 加上这个Fy 再减去1 就等于得到LogCamma B 那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计算 在某一个浓度下的 它的这个B的活度系数 这个是针对 一定针对它的某一个浓度 不同的浓度 不同的浓度 它的这个Gamma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从龙剂的活度 来求得非挥发性的龙质的活度 当然这个方法比较烦一点 是吧 比较烦 但是我们是可以来求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引进了一个圣图系数 这个圣图系数是一个什么物理意义呢 那圣图系数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龙剂 在龙液当中 龙剂A的 它的化学室呢 是等于它存物质的化学室 加上FyRTLogXA 它也是个校正 如果我们拿 活度系数来校正的话 这个校正 Gamma放在哪里啊 是放在这个Gamma AXA 是吧 那它把它放到外面来 其实一样的 都是一个校正 所以呢 Pine是称为龙剂A的渗透系数 对于龙剂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用渗透系数呢 比活度系数呢 是更加明显的 来显示非理想程度 它跟这个Gamma 有个对应关系的 我们看 因为如果这个用 用这个活度表示的话 μB等 这个应该是μA μA等μA信号 加上RTLogAA 是吧 因为对龙剂来讲 我们讲A 那么相比 就在这两个 比一下 就是比一下的话 就是Fy就等于LogAA 除上LogXA 你就是FyRTLogXA 等于LogAA 是吧 所以这个渗透系数呢 就等于 弧度的这个Log 除上这个浓度的Log 那么我们也可以 跟这个设置相比 设置就是 就是FyRTLogXA 等于RTLogGammaAXA 那么这两个 一比之后呢 就Fy等于 LogXA分之LogMA 加上LogXA 那么也就是等于 1加上LogGammaA 是不是 就是Fy等于1加 1加LogXA分之LogGammaA 因为这两个可以约掉的 是吧 我们这个 一下下的话 觉得LogGammaA呢 就等于FyRTLogXA 所以它有一个明确的 对应关系的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只不过呢 用渗浓系数呢 对于农季来讲 它的非理想尺度 更明显 比如说我们看 在298K时呢 有一个这个 绿化加水农液 这个水的 模分数呢 0.9328 那么 这个是它的这个 浓度 它的活度是多少呢 活度是0.9364 所以呢 你用这个Gamma 来表示的话 非常接近 1.004 不明显 用渗浓系数来表示的话 就0.944 就看起来 更显著 看起来更显著 实际上 两个是有明确的 对应关系的 那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处理 实际农业的时候呢 都是用农季 对理想农业的偏差 和农质 对理想农业 或者 这个西农业的偏差 来处理的 那么 当然这种方法也可以 其实我们还可以 用另外一种方法处理 因为实际农业 和这个理想农业的偏差 或者这个理想系农业的偏差 我们可以从整体来考虑 整体来考虑 那么 整体来考虑的话 无非是实际农业 它这个变成 就是实际的这个农季变成农业的时候 它的这个热力学函数的变化 以理想农业混合的时候 它的这个日理学变化的一个区别 就代表了它的差异 是吧 所以我们就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超额函数 用超额函数来表示实际农业和理想农业的一个区别 一个整体性质 那么我们定义呢 两种液体混合成实际农业的时候 以假设混成理想农业时 热力学函数之差 比如说 我们有超额体积 超额体积 我们用这个意 就是这个超 超的意思 就是 VE就是超额体积 超额体积呢 就是说 混合成实际农业时 它的体积的变化 减去混合成理想农业时 体积的变化 这个就是实际农业混合过程的体积变化 这个是理想农业混合过程的体积变化 那这个一减就是他们的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就是 我们叫超额体积 同样的我们可以定义超额函 就是实际农业混合的时候的这个热效应 减去理想农业混合的时候的热效应 那么就得到超额含 当然有超额商也是一样的 实际农业混合商减去理想农业混合商 还有超额就不是自由能 实际农业混合的 混合就不是自由能 减去理想农业的混合就不是自由能 那么这个超额含数和弧度系数 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都是讲弧度系数 弧度系数是指每一种组分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超额含数和弧度系数的关系 我们以这个为例 超额就不是自由能 那超额就不是自由能的话 就等于实际农业的混合就不是自由能 减去理想农业的混合就不是自由能 那对于实际农业来讲 它的混合就不是自由能是等于什么 等于混成农业的时候 它的这个自由能减去存的 存物质的自由能了 实际上我们刚才一节课 最后一个例期就是求第二大集 是吧 所以呢农业的 实际的农业的混成农业之后 它的G是多少 自由能是多少 当然是NB乘上这个 它的这个偏模自由能了 对不对 偏模自由能吗 它的模数乘上它的这个偏模自由能 这个我们讲偏模的时候已经讲过 这个实际上就是μ就是GB嘛 是吧 就偏模自由能 所以呢混成农业之后 它的总的自由能 等于每一种组分的模数乘上 每一种组分的偏模自由能 所以是NBμB 那存物质还没混合之前 就是μB乘上μB信号 对吧 这个就混合 实际农业的混合自由能 那理想农业 就是理想农业的NBμB 减去这个μB信号 μB信号 这个理想农业 那么这个减一下 因为农业的化学是 就等于存农剂的化学是 加上RT logX了 是吧 所以它就多了这个RT logX 对于实际农业来讲 就RT logA 所以我们就等于NBRT logA 减去NBRT logX 因为理想农业的话 就是NBRT logXB 好 那么A和B差什么 差个γ呀 logA就等于logγB xB 那这减一下的话 那是不是只剩下NBRT logG 所以呢 就是超尔杰弗斯自由能 对于实际农业的杰弗斯自由 混合自由能 减去理想农业的混合杰弗斯 自由能的差 那么就等于Sigma NBRT logG 所以混合自由能 是几种组分 就是农业中组分的 这个引起的化学式差的一个总和 因为RT logG 实际上是跟化学式对应的 是吧 因为μB等于μB信号 加上RT logG 所以它跟这个化学式 是相关的 那么如果我这个 把它变成 摩尔超尔杰弗斯自由能的话 就是整个农业 我把它看成这个一摩尔的话 那么这个摩尔超尔杰弗斯自由能 把这个NBR就除上一个N总 Sigma NB 就等于XBRT logG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摩尔超尔杰弗斯自由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指它的一个 总的农业的偏差程度 偏差程度 那么我们讲过了 一个总的一个 一个总的一个 乐力学 农量性质 如果对某一个组成 某一个组分求一个偏导的话 那么就是它对 就这个组分 对这个函数的贡献 是吧 我们讲偏模量的时候 所以我们对组分 比较求一个偏导的话 就是G对这个NB求个偏导的话 我们就得到什么 RT logGb 所以超尔杰弗斯自由能 对这个某个组分求个偏导的话 就是这个组分 它与理想农业的偏差 我们刚才讲过 讲理想农业的时候 它的化学式的偏差 就是一个RT logGb 是吧 所以你看超尔杰弗斯自由能 它对这个某个组分求个偏差 就是RT logGb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这个是 或者这个 它是一个农业整体的偏差 求个偏导之后 就是每一个组分的偏差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一个两组分 超尔混合自由能 那么很简单 就它的这个 理想的这个混合自由呢 就是RT X1 logX1 加上X2 logX2 我们刚才是 Sigma Nb logXb 是吧 就变成它 那么实际的呢 就是把这个 X呢 变成A 就是变成这个RT X1 logA1 加上X2 logA2 那么这个 A就是那Gamma X 对吧 就等于它 那么它的混合 这个超尔就不是自由能 就这一项减去它 那么我们看 这一项跟这一项就约掉了 就只剩下它了 所以呢 就more 超尔就不是自由能 就是RT X1 logGamma1 加上X2 logGamma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Sigma Nb RT log GammaB 是吧 就一样的 这个设置 实际上就这个设置 就这个设置 对吧 如果两组分 就是X1RT Gamma1 加上X2RT Logamma2 对吧 就就是它 那么我们把这个设置 拿出来 主要是看一下 这个其他的这个 设置减数 对于这个商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有 超额就不是自由能了 那超额混合商呢 超额混合商 商是等于什么 GG等于FuSDT 加BitP 当然后面加上那个Sigma 就是MuB NBI 就MuI DNI 那么我们只是把这个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要求这个商的话 是等于什么 等温的情况下 G对P 求偏导 就等于商了 是吧 你有这个设置 可以马上可以看出 商就等于 G对这个T 在等压的情况下 求偏导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已经有了 对他求一个偏导之后 第一 先可以对他求导 等于R 乘上这个括号 然后在RG不变 对他求这个偏导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就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那么 含呢 就是超额 混合含呢 含是等于什么 G G是等于H减7S 是吧 那么H 当然等于G 加上7S G已经有了 S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G加7S加进去 然后正好 这个 这个T 乘上它 就等于它 正好约掉了 所以只剩下这一项 那V呢 我们看 V等于什么 V是等于 恒温的情况下 G对P求偏导 对吧 所以V呢 是恒温的情况下 G对P求偏导 那么 我们把这个G 对这个P求偏导 RT跟这个 就没有关系嘛 所以Gamma1对P求偏导 Gamma2对P求偏导 就得到这样一个 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这样 我们就是把S S1 S1 H1 H1 V1 都有了 那么对于理想农业来讲 理想农业来讲呢 它的这个混合含是0 这个 混合热效应是0 混合这个体积呢 也是跟这个 跟原来的 纯物质的体积价钱是一样的 就DeltaV呢 是等于0 所以呢 它的超额含呢 就超额 这个混合含呢 就等于它的实际的 放出的热量 对吧 所以它的超额体积呢 就实际的体积的变化 因为理想农业 这两个都等于0嘛 那么 你这个超额含数 就是它实际的这个变化 所以X呢 跟Gamma是一样的 它表示对实际农业的偏差 只不过它是整体的 而Gamma是这个 那么在书上呢 我们还讲了一种叫 这个政治农业 就是有些农业啊 它和实际的这个 就是有些实际农业 和理想农业呢 有相同的混合商 但混合的不相同 那么这样的农业呢 我们就称之为政治农业 就是这个混合商是0 混合含呢 不等于0 那么对于理想农业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设置 是吧 μV对μV信号 加上RT log XB 那么变成商的话 G变成商的话 就是等压下对气球个偏倒了 那么这个就是S 这个是S信号 后面不变 所以我们就得到SB 等于SB信号 加上R log XB 那么这个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是农业的偏模耳商 就是农业里组分的偏模耳商 是和它的量是有关的 是吧 就是它的偏模耳商 实际上是和它的这个组分中 它的量是有关 这对理想农业 那么对于政治农业来讲 因为政治农业 它的混合商和理想农业一样 所以对政治农业呢 同样的 它的偏模耳商呢 就是这个设置 那么对于组分B来讲 这个就是这个设置嘛 G等于H减TS 所以μB等于H减去TS 那么如果成物质是这样 在农业里就是 μB等于H减TS 我们把这两个减一下之后 就是μB减μB信号 就等于HB减HB信号 再减去T括号SB减SB信号 然后这一项就是什么 等于它咯 是吧 这两个S减一下 是不是就等于它 所以我们就等于这一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对于多组分 实际农业的混合自由能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SIGMA NBRTlogXB 加上NBRTlogGamma 如果说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这个N 是N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里就等于 μB减μB信号 这一项跟这一项就相等 那么也就是这一项 跟它相等 所以HB减HB信号 就是RTlogGamma B 那么对政治农业来讲 它不是理想农业 所以Gamma B是不等于1的 所以HB也不等于HB信号 所以它是有混合 超额的混合上是等于0 但是超额混合含是不等于0 我们农业这一章 重点就是大家对它的参考态 和标准态的一个理解 那么本节课的习题是这样三起 这样三起